老球迷肯尼才记得,曾经有一个小个子球员,在NBA赛场封盖了姚明,还跨过魔术霍华德拿到了全明星周末的口篮王,他就是小土豆内特罗宾逊。 现在提起小个子球员,很多人都会想到地表最强175的伊赛亚托马斯,但是在他之前,这个称号应该属于同样只有175公分的内克罗宾逊。 罗宾逊曾在NBA三度全明星周末扣篮大赛冠军,在NBA赛场上,也曾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,不过由于身高限制和年龄的不断增加,罗宾逊已经难以在NBA获得合同,就慢慢地带出了NBA,混迹于欧洲,大洋洲以及南美洲某些国家的联赛。 2017年,奈特罗宾逊在委内瑞拉,在联赛,历代领球队夺得总冠军,还获得了MVP的称号。 最近,34岁的罗宾逊来到号称NBA退休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比赛联赛打球。 比赛中,罗宾逊自己持球单挑前北卡四上当中的麦卡茨,只见他一个变相就删入篮下,扛着麦卡茨的防守上篮,还打成了2加1。 在三分线外接球,罗宾逊毫不犹豫地出手命中,军杀了比赛,还是非常关键。 比赛三联赛是三对三的比赛,罗宾逊在中线发球,刚接到裁判给的球就直接加速,用了一个变相杀到篮下,上篮命中,速度还真是挺快低。 最后一个尽头,罗宾逊单挑大宝贝格伦戴维斯,直接杀入篮下再转身。 虽然看着有点站不稳,但罗宾逊经过调整,还是在戴维斯的面前中投命中,其实内特罗宾逊一直都想重回NBA,或者继续在高水平联赛打球。 在比赛三联赛里,他可以证明一下自己。